县府社会及劳动处长林志忠出席南投县北安功德会108年爱心一起来物资发放活动 有来自埔里、鱼池、仁爱等地区约170个弱势家庭出席 林处长代表县府以及受惠弱势家庭执政感谢状 表彰该会关怀弱势家庭的善举 同时期许社会各界关怀及响应 帮助更多弱势家庭 县府是要处长林志忠出席南投县北安功德会 108年爱心一起来物资发放活动 林处长就指使表示 北安功德会存立以来持续关心协助南投县弱势县民 让弱势家庭感受到社会温暖 县府期盼透过公司部门资源结合的模式 能够共激权力 靠召更多单位投入社会服务行列 将温情输送到社会中需要的各个角落 那这一次这个活动也结合了这个益检 也结合了这个按摩 另外也有X光的一个胸部的一个检验 今天的活动非常的多元 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活动 能够让更多的善心的人士跟团体 来从事爱心的一个活动 我想这个行善最热 有爱心的人最美 有爱心的人最有福报 所以说这边要代表县政府能够呼吁 像北安功德会这样的一个善心慈善的团体 能够踊跃的来捐输 能够踊跃的来关怀 让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户 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怀 该会创会长瑞丽娟表示 感谢大家一起发送红包与民政物资给普里镇 与直乡 仍岸乡地区的弱势家庭 此时共有170个弱势家庭受惠 每个家庭可获得价值约2000元的生活物资 以及600元红包 此次活动参与的有该会的全体会员与志工团 快乐行善团 财团法人中华社会福利基金会 大爵士 乐果咖啡工作室的捐赠物资 与捐赠的善心单位与人士 北安功德会 今天来到我们福利 残扶大牢 我们花了160付 我们里面有很多单位赞助 一起共襄升级 我们里面有红包 还有今天中午 有供应午餐 给大家吃饭 再颠物资回去 我们爱心要一起来 现在好像 好像时期很不好 我们的急难上 越来越多人心情 所以好像物资 很多人需要物资 所以大家 能共襄盛级 大家一起来做爱心 当天议员林芳宇 普利镇长廖志成都到场之役 活动除了发放生活物质之外 现场活动也非常丰富 有太平佛罗斯克斯峰表演 北安公益乐团 乐苦爱东舞蹈团 意见 推拿 普利卫生所医疗咨询 与凉血压等活动 过程温馨热闹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 陈理事长所带领的 这些北安公德会的 公德主们 所做的这些善举 也希望说 更多的爱心人士 能够投注在我们 社会服务的这一个方面 我相信 人间处处有温情 这也是一个 传递爱心的一个活动 希望说 受到辅助的这些 受到帮忙的这些民众 往后日后有机会的时候 能够再把这一个资源 能够再把爱心 回馈在这一个社会上 我相信 人间处处有温情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台湾的温暖 北安公德会理事长表示 多年来除了该会会员支持之外 也要感谢众多协办单位 以及志工 在人理物理方面的支持与协助 让爱心不间断 唯有汇集众人资源 爱心工作才能够服务得更为长久 希望有更多的单位来参与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记者蔡世奇 装备于普理采访报道